警車來到事故現場 已經擺起閃燈耗製 一對情侶受傷倒地 進口車車尾被撞到支離破碎 地上流滿機油 而肇事的轎車車頭同樣受損嚴重 但駕駛早就汽車逃逸 警方電位監視器發現23歲陽性駕駛 第一時間不是先關心受傷情侶 而是跟朋友離開後 還聯絡其他人接應 實在很可惡 市發南投鋪利 中山路三段 晚上十點多 肇事駕駛先是撞上一對 騎機車的雙載情侶 接著在波及路邊停車 不久後 陽性男子刀案 九側直是零 至於為什麼要逃 說是因為自己嚇到了 因為中山路這條路非常的筆直 那也有很多是從外來的地方 進來的這些遊客觀光客 當地人提醒 這條路常有觀光客通過 而且車速都不慢 這下撞到人嚇到拔腿狂奔 雖然對方沒有大礙 但還是觸犯肇事逃逸罪嫌 得面臨牢獄之災 記者 周永翔和雙方林雲杰 南投報道